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相信吗 上帝有一块应许要给你的迦南美地 好像约束亚当他领受神给他的呼召带百姓进去得地为业的时候 约束亚怎么样得呢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我读给你听 在约束亚记第一章里面他讲到说 于是约束亚吩咐百姓当中的官长 让这些领袖都起来 做什么呢 他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 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的神 要赐给你们的为业之地 他说领袖都出去 在全营两百万的人当中宣告说 预备食物因为三天之后就要过约旦河了 要得地为业了 我每次读到这里我都非常佩服约束亚的信心 你可以想象吗 很多年前四十年前神就说要带他们进去得地 但是四十年当中没有嘛 就在原地绕来绕去 当年的那个满有能力的领袖摩西都没有办法带百姓过去得地为业 现在他一个新人 一个新手 刚刚接手 他要做这样一个宣告是要付很大的代价的耶 他说预备三天 我在想如果是我 我大概会顺服说预备 可是我真不敢讲三天 因为预备三十年也是预备啊 但是三天是多具体的一个数字 这就是信心 当他知道神要做这件事的时候 他就照着神的吩咐宣告说 神说三天就是三天 三天之后我们就会过去开始进入迦南美地得地为业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我觉得从神本圣经里让我们看见 当我们要经历神的大能的恩典的时候 上帝绝对能 而对我们而言呢 我们需要的是信心 三天之内是一个信心的宣告 希伯来书里面说信心是什么 信心是所望之事 我盼望的事情的一个实现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看见没有 还没看见 未见 但是我有一个把握 我的把握是因为这是上帝说的 这是上帝的应许 当我真的有把握这是神所应许的 我就相信 他怎么说 事情就会怎么成就 新的一个年度里面 神把他要给你的应许之地 让你看见 但是当你知道这是神要做的事的时候 祝福你一个信心的宣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 主我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得着一个信心 因为你是为我们的信心 创始成终的 我们没有信心 但是你开始把一个信心 种在我们里面 也把一个做成神荣耀大事的信心 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因着信 尽到荣耀的祝福 因着信 支取你荣耀的应许 这是我们的祷告 帮助我们得着信心 奉主的名求 阿们 上帝不止给我们异象 上帝给我们信心 领受信心 进去得地为业 上帝祝福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